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是李宗盛 感謝主 因為神給恩典 侯食人的感動 讓我知道 祂是一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真神 神愛世人 甚至將祂讀三指詞給我 他們 叫他一切 信他 不致滅亡 犯得秉深 約六福音大三章十六指 在我沒有認識這位真神的時候 我是一位沉醉於拜偶像的人 我拜偶像的目的就是想知道自己的未來 想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窮、困難、憂慮和病痛 自從女兒出生之後 我更加辛苦和憂慮 十多年我都處於失業狀態 特別在03、06、09年 我和我先生輪流入院就手上 這件事讓我對家人的健康更加擔心 那時候我更加瘋狂去拜偶像 只是想知道為什麼這麼多苦 但是我這樣做 我的傷心更加疲惱 對拜偶像這件事產生懷 因為他沒有減傷過我這麼久的心癌 反而使我更加痛苦 這段日子一位好同學打電話給我和我聊天 他向我傳福音 那時候我沒有什麼反應 因為之前我媽媽都向我傳福音 我同學所說的我都沒有當一回事 有一段時間我沒有工作 就到詩店看書 露宇中看到一本聖經 打開去看一下 創世裡大一章大一句 就吸引了我 起初神創造天地 我感覺很有意思 我就往下看一下 神就照著自己的形象做人 哪是照著他的形象做男做女 神用他地上的肚做人 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 就誠意有靈的活人名叫阿當 我感覺到很有趣 想起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老師曾經問過我一個問題 就是問 有雞先還是有雞蛋先呢 那時候我就等過 已經在聖經裡找到一個答案 之後我同學又送了一本聖經給我 那時候我就每天都沉著著看聖經 但是裡面的內容熱靈深奧 非常難理解 我只是有空的時間 就去看看聖經 不明白的 內容我就不去看 都不會想那麼多 就當故事書去看 但是有一天 那時候我就把自己走到女教堂 走到一個旁邊的座位 坐下來 一個優雅 穿著很斯文的女太太 走到我前面的座位 坐下來 然後轉過頭問我名 和問我信主有多久 他又問我為什麼來教堂 我說給他聽 我沒有信主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聖經裡 不明白的句子 他就給了他的地址和連排放棄我 叫我有空就到他家 他會解釋給我聽 交談中 得知他在美國退役之後 扶中國定規和傳福音 就這樣 我從那裡又認識了趙太 幾年之後 我移民來美國 當我進美國不開心的時候 趙太一直在我身邊鼓勵和關心我 介紹我加入他教會的網上小組茶兵班 我又認識了良師母和一些大喜姐妹 盡他們的帶領紅毛養下 我學習了許多個真理 我信主之前 只有知道有父母 丈夫 女兒 小朋友一家人和彭老的我 信主之後 原來在我身邊有一種超越的愛 就是耶穌基督的愛 《歌林多前詩》十三章四至八節 愛是恆久忍來又有恩情 愛是不道忌 愛是不誇張 不張行 不助望醜的事 不求自己頁存 不圓言法律 不計數人的愛 不喜歡不如 只喜歡真理 凡是相信 凡是怕惡 凡是忍諾 愛是永不知識 神的話教導了我 凡是我都會去依靠神 相信神 正言法可福音 不將三人留著 不如怕 只要信 在這個世界裡 我們會遇到很多問題和挫折 我就會想到神的話去引動我 賜給我利用我的信心去解決 謝謝